懂得保護自己的話 就不要把自己變得太聰明 因為你會被殺頭 要如何在蔡政府的濫戰中 擷取教訓 只要阿伯不放棄 我們也絕不放棄 台灣的選擇 靠溫柱 這個讓我拿到麥克風 大概就講到結束了 講這一句話是很悲痛 雞蛋 坦汝 光電 坦汝 口罩 坦汝 疫苗 坦汝 我特意到他面前 柯主席你好 還有各位台灣的同胞大家好 我是美國回來的僑胞 我姓文 叫文毅 我是學化工的 我常常在心中想看到台灣很多 像昨天這個發生的火災 救消防員犧牲的事件 那我想我們學化工的人 這方面可以有很大的貢獻 我也希望透過柯主席的民眾黨 能夠為台灣將來2300萬人在這個消防上面的安全 能夠有所最新的立法能夠有所注意 在這個事件上我看到了這個公司呢 它是做高爾夫球場的 它的所有的設備 因為沒有經過 因為沒有經過專業人員的審核 國家的立法不完善 所以他們也是這樣子將就的做 我不怪這個廠商 我怪我們國家的立法 立法院的大委員們沒有做到 保護老百姓的責任 所以我們要立最好的法律 叫我們跟這個相關的這個大學來講 把這個法規立好 把向美國學習 你所有像它今天這個火災 它裡面儲存的都是一些危險的爆炸 高爆炸性的物品 消防員在不知情況之下 跑進去為了要救人的性命 無謂的犧牲了我們消防弟兄四個人命 我們看得非常的心痛 假如你今天法規定好了 它所有存在的東西 他們講的這個什麼還舉完 這有方的東西是高爆性 非常會像炸藥一樣的危險物品 國家的法令就應該在這個法規上 有這樣子的危險物品 我們國家立法要完善 讓它的所有這個跟這個儲存 這種危險物品的公司 不管是任何公司 不管你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有這樣子的東西 國家立法要經過相關的單位 核准檢查 每一樣仔細檢查 每一個官員要仔細的檢查簽名 要知道這個東西的危險 不是迷迷糊糊在那邊生產 在那邊製造 發生問題了也不知道怎麼處置 那我們消防人員的愛護老百姓救人的心情 我們值得尊敬 我們向他們敬禮 但是他們的犧牲性命 希望以後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希望今天柯董席 起碼借過民眾黨的力量 重新完善有關消防法規的立法 從這個不管是工廠家庭 所有的營業場所 都要有消防安全設施 隨時都可以自動噴灑一些東西 在你的消防 有人的範圍以內 都要有安全的消防設施 它除了自動噴灑以外 人每一個人隨時在你的旁邊 可以看到指定的一個方向 可以拿到這個東西 去向火災的火點去噴滅 另外像這次的火災 它也沒有一個自動的警報系統 那個經理是白白犧牲的 它假如今天有死亡系統 今天發生的火拍 前面都已經爆炸了 它應該有完全的指示 指示燈號 大家疏散的方向 該如何處置 不要等到人再來吼 都來不及了 希望柯主席能夠聽進去 我不要跟政黨無關 但是我希望今天這個機會 由柯主席 那個民眾黨能夠做出來 那對你們政黨當然是比較有益的 謝謝 謝謝 我們這位貴賓水準很高 美國會來耳化鋼的 剛剛柯文哲一直在記對不對 到底是立法人家負責 經濟部那邊還有什麼立法 待會柯文哲會 好跟他回答 來我們第二位 哪位要問請起手 你拿到麥克風了 來 好 我們請這位大姐來 有有有 有聲音 OK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Lisa老師 因為我在線上教AI人工智慧 是目前最夯的 對 那我除了教AI人工智慧之外 我就是一個英文專家 待會可以跟大家討論討論 對 因為我覺得我剛從 呃 菲律賓回來 菲律賓的人 99.9%的人都講英文 那我們台灣剛好跟他們相反 99.9%的人不講英文 那這到底是誰的錯呢 是我們台灣比較笨嗎 還是菲律賓人比較聰明 我覺得應該要怪政府 對 因為政府呢 其實他們以前在228事件 就是有智慧的人都把頭砍掉了 所以我們留下來的都是 呃 會過馬路的狗 我不曉得這樣講 是不是非常的沒有禮貌 可是事實上就想說 現在的狗都會過馬路 原因就是不會過馬路的狗 都全被撞死了 所以 呃 有智慧的人留在台灣 如果 懂得保護自己的話 就不要把自己變得太聰明 因為你會被殺頭 對 所以我覺得台灣政府 事實上 必須要為我們的英文能力不好負責任 必須要重新付一筆錢 讓我們重新去學英文 對 我不曉得 呃 柯總統可以認認同嗎 對 我們時間留給他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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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貴賓真的水準都很高 從 鵝花工的鵝 來 柯主席你好 我是高雄在地人 然後我是從北高雄岡山過來的 對 那也算是年輕篇中年了 那我這邊有一些想法想說 因為貴賓每天都有做一些 類似像網路上的一些宣傳 譬如說民眾之聲 中午的一些影片我都有去看 然後不含直播的部分 那直到最近這個活動 在宣傳力度上面可能不太夠 所以我大概在前天的時候吧 在看到說 喔 YouTube 有在說這裡要來開直播 那我就活動了我們一些 喔 就是我同事過來 那要講這樣的重點就在於說 貴黨在最近的一些 資訊不對稱的一個應變上面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做法 那包含就是有些媒體 那他們可能掌握了很多的資源 那貴黨如果在後續的一個 選轉的一個策略上 有沒有更好的一個佈局 針對在我所謂的資訊不對等這個部分 那最後我想說就是 我本身是已經購房 購房組已經購房 就是繳完這個貸款 但是我身邊有很多 就是跟我一樣 在所謂的居住正義這一塊上面 那有沒有更好的一些建議 或是讓民 讓我們的年輕 不管是年輕人也好 不管是長一輩的 長一輩的可能 他們聽這些東西可能 想要聽一些更簡單的slogan 那有沒有更好的一個說法 可以讓長輩聽得懂 他也知道可以幫助到我們年輕人 有一個更好的未來一個希望 謝謝 我們工作人員特別提醒 就是說我們今天會讓大家都講一些話 所以等一下 你們先不用舉手 等一下繼續 我們先讓柯P先回答這三個問題好不好 好 來 這個讓我拿到麥克風喔 大概就講到結束了 沒有先十分鐘 然後再三個再十分鐘這樣 其實這樣 國家存在的目的 為什麼 我們就要有政府 有國家 你知道嗎 其實 我相信 別人來說 我們要選總統 你知道嗎 就說這樣幾三片 你知道嗎 好像台灣的 偉大的國家願景 說為什麼 其實 老百姓要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這個 安全 比較安全 比較公平 社會 這樣而已 其實老百姓最關心的 還是大家水溝 大家的那個門前那個水溝有沒有通 燈有沒有亮 路有沒有平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感觸你知道 有一次我來這個高雄中學演講 我就演講之後 我來想說 開始Q&A 我來想說 這些高中生應該第一條是問我要不要選總統 叫各位高中生喔 第一條是問說 那個學姐有沒有來 你要不要選總統 學姐有沒有來 沒有 你要選總統 不還選總統 我幹他屁事 那個學姐有沒有來 他要叫他最重要 所以其實 剛才 這幾位講的你知道 就像我們最近 台灣遇到的幾個問題 那個一顆雞蛋 一隻蚊子 我想想看 我相信 本來吃軟 我們去早餐店吃早餐 你知道 打一個荷包蛋 吃那個有小確性 你知道 我們現在看到 那顆荷包蛋 就想整半半 你知道 這到底要吃不吃 要不要吃 這就是這樣 我剛才說 其實政府 不用說什麼偉大的事情 政上就好了 其實這邊 這顆過兩個事情 你想想看 一人公司 五十萬的資本 然後政府給他做幾億的生意 這很奇怪 然後 他那公司是停業 還沒復業 政府就跟他簽約了 這更奇怪 政府會跟一家 還沒有復業的公司簽約 簽約到後 還簽約幾億 那就 存在沒有 賺的了 現在買進來 買一億四千萬顆的蛋進來 報廢要五千四百萬顆 坦白說 現在到底要報廢多少 還不知道 你也很奇怪 你賣一億四千萬顆進來 報廢掉五千萬顆 你一開始賣 就好了 我想不到 現在 等進來 有效日期 到底是多久 我每天看的版本都不一樣 有說 有那個包模 所以撐比較久 有說 有塗辣 我說你乾脆噴那個防腐劑更快 噴噴的 還是浮馬力噴噴的 動更久 你知道嗎 現在 產地的標示 你就 巴西建的蛋 你把它做成那個蛋液 產地變成 台灣 你知道嗎 差不多這個事情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的事情是在做什麼 所以我常常說 我們希望台灣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就好了 就是說一切就照不來 當然 政府暗假說 每件事一定做 對 但是 你以前有犯過錯誤 把它蓋就好 我跟你說 我知道現在台南 登革熱已經超級高清 問題是 台灣那個台南登革熱超過 一萬 近年會是第一次嗎 賴清澤在當市長的時候就有了 所以這也很奇怪 你以前就有 這邊又 怎麼重蹈覆測 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其實這條我也知道原因 我跟你說 那個打地鼠 你知道嗎 你如果突破出來 把它撐下去 你同時 你都不知道要拍到一個 所以登革熱是這樣 數量少的很容易撲滅 數量一多起來你就完蛋了 跟那個COVID-19一樣 COVID-19要是幾個 我們很容易去做疫調 把它撤離消滅 你如果一天兩百三百 你為什麼要做疫調 沒辦法做 所以 這個登革熱 就是 預防容易治療困難 你一開始 可以處理的時候 不去處理 我老實跟你說 我的知識 現在已經這樣 九千多人感染了 只能等天氣變冷 蚊子變少 現在要控制很困難了 他要想 他要想 剛才那個 美國回來的發光 我跟你講 台北市也發生過錢貴大火 發生以後 我只說 有發生大火 把所有的問題列出來 然後分門別列 所以第一步 要先確認問題 這個事情 到底有什麼問題 所以其實 出事情 也不要急著去罵 幹什麼 你就先把問題列出來 然後大家都先確認 這是問題 然後才開始 針對每個問題 你要怎麼做解決 所以我老實跟大家說 你知道 其實政治 就是 一條一條一條 就把它解決掉 我們如果沒辦法 保證 政府一定不會犯錯 那也不可能 就是出問題 一條一條去解決 所以 像這一次高爾夫球場爆炸 你知道 到底 我是 我今天 不要說 頭到心就 就說 新聞應付之後 才沒有掉 所以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 做事認真的政府 這樣就好了 有問題 一人一人去解決 剛才有一個 老師問雙語教育 雙語教育是這樣 台北市已經在推雙語教育 但是 雙語教育要成功 老師要夠 我有問過 新加坡的教育部長 我問他說 新加坡推行雙語教育 花了多久的時間 他跟我說28年 新加坡要花28年 台灣就算比較厲害 也要花相當長的時間 所以這就是 你要培養足夠的老師 才有辦法雙語教育 那你喔 老師培養不夠 整天在發雙語教育 那也沒效了 所以還是那一句話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 實實在在做事的政府 這樣就好了 最後 有一個在說 媒體的問題 我老實告訴大家 當年 黨政軍 退出媒體 是哪一個政黨的主張 現在呢 現在電視台 差不多都被民進黨控制了 我喔 晚上回去 拿出選台器 你知道嗎 我看起來 好像每次都在跟阿嬤 你知道嗎 我奇怪 要怎麼變什麼樣 但是這樣 這個已經是個事實 你說怎麼辦 坦白講 我還沒想出好辦法 所以才會來這裡廟口開獎 看起來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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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人士 立委肯拉建議 私底下可以再給我們 或者跟柯比講 好不好 主席你好 歷史是一本舊戰 請問主席 你明年單選中華民國總統 要如何在蔡政府的爛戰中 擷取教訓 避免錯誤的決策 重演並找回台灣的價值與驕傲 還有 以您明年 當選總統 您會降低妥協你的連政價值嗎 還有 阿伯 為了重建正直誠信的社會 請您一定要堅持以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參選到底 只要阿伯不放棄 我們也絕不放棄 台灣的選擇 開玩笑 只要我還是那一句話 有人在問說 歐吉林的總統 你覺得就是什麼樣的人 我老實跟大家講 不要貪污就好了 不要貪污 其實 講這句話是很悲痛 你知道 我們看現在 雞蛋 貪污 光電 貪污 口罩 貪污 疫苗 我每條都貪 你正經貪貪多少錢 你就是 為了你要貪1塊 給國家了10塊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理性 務實科學 不要歪過 就這麼多 這樣就好了 我們台灣正雄 台灣就是新加坡 另外他講說 錯誤的決策 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要相信制度 不是相信個人 要相信制度 不是相信個人 因為 全力使人 絕對的全力使人 絕對腐化 為什麼 我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每天早上開 陳會 你知道 我那個會議紀錄 要上網公開 公開 公開透明 我也在想說 就算我不貪污 我旁邊都會不會想要貪污 所以整個 除了你跟我講說 這個涉及國家機密 不然就公開透明就好了 所以你看我雙子星 以前郝龍斌在最起 雙子星 哇 一堆人被抓到去 輪到我的時候 我來想說 前朝一堆人抓去管 這樣換我 是沒有處理 後來我的方法很簡單 公開透明 評審委員 公開 底價 公開 會議紀錄 公開 那個 那個 關係厲害的人來詢問的 包括政府的回答 上網公開 每個人 譬如你跟我說 這條涉及國防機密 不然公開就好了 第二 我沒有收錢 第二 我沒有說這條生理一定會有什麼多 公開就好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們要相信制度 不要相信個人 我們要相信什麼樣的制度 開放政府 全民參與 公開透明 特別是公開透明 你想想看 這一次這個雞蛋的事情 為什麼他不要公開合約 公開就僵了 為什麼那個高端疫苗 他不公開合約 公開就僵了 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國家的制度 就是說 除非你跟我講 這個涉及國家機密 不然公開就好了 這是我的想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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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